这位老妇人正在把她的意识上传到元宇宙 之后她就能以少女的样子在虚拟世界永生 刚开始她发现元宇宙就像天堂 你可以选择任何皮肤 任意程度的快感和痛感 任何时代服务器 任何场景地图 这里的人人都在跳舞 为了防止沉迷 活人有严格的防沉迷限制 每周只能玩五个小时 但如果是死去的人 就可以永远生活在这里 走进元宇宙深处 老妇人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这里充斥着永生的死人 他们活得太久了 以至于越来越麻木 只能终日重情享乐 追逐变态重口味 来让自己能获得一丝感觉 这是黑镜第三季第四季的情节 这部剧探讨过元宇宙的概念不下三集 每一次都细思极恐 第四季第六集 一名死囚在受刑前 被人把他的意识上传到了云端 在他死后 有个坏人拿到了他的意识数据 还偷偷把数据做成了一个展览品 放进一个暗黑博物馆 让慕名而来的变态游客 对他一遍遍实施电刑 以此售卖门票 2014年的黑镜 圣诞特别篇 人类可以复制一份自我意识 以代码的形式 存储在一个小机器里 外面的活人可以设定 意识副本主观经历的时长 比如一瞬间就可以让他经历六个月 在这六个月里 这份意识无法做任何事 甚至无法睡觉 只能忍受无尽的孤独 于是这种意识副本 就被当成一种酷刑 故事结尾 警察把一个罪犯的意识副本 设定为一分钟一千年 然后出去过圣诞节 圆宇宙技术会不会演变成 对灵魂的刑罚 希望不会 而对于我们来说 圆宇宙更急迫的麻烦 更像刘慈欣先生提出的 精神鸦片担忧 就像头号玩家和盗梦空间提醒的那样 虚拟越来越真实 人会越来越沉迷虚拟 当人越来越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也就越来越空虚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面对这种麻烦了 那怎么办 让自己清醒一点 可怎么清醒 多看电影